上一集中我们收到第三次在罗布泊寻找彭家木无果后 赵吕是不会再进行新的搜寻了 然而1980年10月 香港一家媒体以头版头条的形式 报道了一名叫周光伟学者 以及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戴莲如等人 在美国的餐厅亲眼看到了失踪的彭家木 顿时海外舆论一片哗然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呢 美国人眼球香港报纸煞有介石的提到 周光伟是彭家木30多年的好友 而且去年春天回国时还见过彭家木 但上前打招呼时 对方却说认错人了 怕读者不信 还登出了周光伟为此事 写给北京大学校长周培元的一封信 信中不但说的有鼻子有眼 而且还把彭家木夫人称为书房嫂 唯恐天下不乱 海外媒体纷纷做了大篇幅的转载 面对沸沸扬扬的新闻闹剧 新华社第一时间进行了调查 气温中提及的戴莲如 血系驻美大使馆工作人员 但他说9月14日这天 除了到大使馆附近的一家商店 买了点东西外 全天都待在大使馆内 根本不认识周光磊 北大校长周培元也说 从不认识周光磊 彭家木夫人夏淑芳女士也指出 没听过周光磊这个人 而且信中还把她的名字书方误写为书方 经调查 那个所谓周光磊是编造的谎言 随后人民日报也看到了新华社消息 正式辟谣 为了进一步在事实上 驳持香港中报的谣言 由中国科学院领头 组织了第四次大规模寻找彭家木的行动 1980年11月初 包括新疆军区独立团 通讯兵部队 汽车56团和兰州部队等8个单位 共69人 配备大小汽车18辆 由敦煌进入罗布国地区 严淑勒河故道 在南北宽市道20公里的地方 以点待面展开拉网式排查 总共搜寻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 但毕竟时隔5个多月 彭家木流的脚印早已模糊不清 原来的现场也早被封杀 和前三次寻找时 人们留下的脚印破坏的面目全非 这一代夏季酷热 冬季却是严寒 搜寻队员11月住帐篷 天不亮就得冬醒了 12月更是水罐车里的水全部解冰 要做饭烧水 必须得钻进水罐车里敲冰化水 到了寻找后期 有十多位同志病倒 初找到两副骆驼普加外 结果依旧下落不明 彭家木究竟在哪里呢 多年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有人罗列了彭家木失踪的几种猜测 第一种是上面已经辟谣的叛逃说 认为彭家木被飞机接走了 姑且不论上面报纸的谣言 就拿地理环境来说 库陌库都克地处新疆腹地 离最近的中盟边境都有470公里 中间又隔着戈壁沙漠和大山 怎么走得出去 说彭家木坐间谍飞机飞走 那简直是神话 他没有电台 连地图也没带 怎么联络 因此说 彭家木外逃是绝对不可能的 比叛逃说 更为恶劣的是 对有杀害论 认为彭家木与同行人员有分歧 所以被谋害了 要知道 彭家木最后所率考察 对连同他本人在内共10个人 就像孤岛环境 若有人杀害了彭家木 那凶手肯定就是10个人中的某个人 而当年要进入罗布泊 没有军方的特殊通行证 根本不可能进去的 如果彭家木身上有伤 那么势必会留下大量血迹 凶手也一定会有蛛丝马迹留下 以当年的排查力度必然能揪出来 因此这纯属谣言 关于彭家木失踪 最为离奇的猜测要属双鱼玉佩 传说新疆的罗布泊 是平行宇宙的交错点 存在神秘的双鱼玉佩 彭家木在罗布泊考察时 发现了双鱼玉佩 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 发现它的灵异功能 即用一条鱼做实验时 玉佩突然启动 另一条完全相同的鱼被复制出来 两条鱼在同一时刻下的动作完全不同 就像是两条不相干的鱼在游动 为了进一步证明两条鱼的关系 科学家把其中一条鱼注射了毒药 这条鱼很快死了 但奇怪的是出现了 另外一条鱼仍然活着 但在七小时后这条鱼也死了 也就是说 这两条鱼是同一条鱼 只不过是处在两个不同的时空当中 这两个时空正好是相差七个小时 而这个鱼形装置 是一个超人类文明的时空转移机器 而彭加木在武艺当中触发了双鱼玉佩 自己也被复制了 所以彭加木的镜像人才能凭空消失 而实际的他已经穿越到了汉朝成了王莽 所以历史上的王莽才有超越当时的思维方式 甚至发明了游标卡池 很明显这个说法脑洞很大 但是漏洞百出 考察队当年并没有发现双鱼玉佩 当然 我国古代的确有双鱼玉佩 而他的出土地点是内蒙古的通辽室 原本是在一位公主和驸马的合葬墓中发现 如今收藏在内蒙古博物馆 而如何把双鱼玉佩和彭加木联系到一起 后来有人澄清了 最早是2010年前后 天涯论坛网友编造的故事 另外与双鱼玉佩类似的离奇谣言 还有被外星人接走论和罗布泊病毒论 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谣言 这里不再赘述 那么彭加木究竟在哪里呢 除了以上几种猜想和谣言外 还有几种基于现实情况的推测 分别是迷失方向不幸陷入沼泽被吞没 躲避风沙被突然坍塌的亚丹掩埋 麋鹿后被狼群吃掉 在卢尾丛中躲避炎热晕倒 被风沙掩埋 综上几种推测中 结合当时的环境和气候来看 可能性最大还是麋鹿昏倒后 被狂风吹动的流沙掩埋了 罗布泊地区的地理环境复杂 流沙活动相当频繁 彭加木走势当天就有八九级大风 而且彭加木身体不好 在他出走前已连续工作六周夜 很有可能体力不知倒地后被流沙掩埋 又由于当时条件所限 亦是无法找到 时隔多年后政府和民间组织 又开展过对彭加木的寻找 但截止目前依然下落不明 其实这么多年过去 我们更应该理性的看待彭加木失踪 他的这种功而忘似的科学精神 也永远值得后人所敬仰 同样也有引起我们反思的地方 首先是他对困难估计不足 为不影响他人休息 却违反了不能一个人外出的探险纪律 沿途也没有插上路标 另外按规定进沙漠考察 应当穿红色工作服 但彭加木穿的是一件 洗得发白的布衣服 在沙漠里也不容易被发现 也正是这样 后来在野外考察的工作人员 都要求穿红色工作服 或许罗布泊是彭加木最好的归宿 他曾经说过 愿做一个铺路的狮子 让别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 他的话今天依然鼓舞着人们 前赴后继的攀登科学高峰 事情发生的第二年 彭加木被授予革命烈士荣誉称号 在彭加木失踪的地点 树立了一个纪念碑 上面刻着彭加木同志 在此科学考察时不幸遇难 后来人们沿着彭加木的足迹继续探寻 对罗布泊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人们在罗布泊探获了超大型假盐矿 截止2018年 以探明资源总量达到2.5亿吨 而罗布泊也从死亡之海摇身 变成了巨宝台 国家也在2000年 在罗布泊成立了中甲公司 实现了甲元素的自产自足 每年生产的甲肺 完全能满足全中国的农业生产 只谢沙场为国死 何须马格国失还 向所有工作在一线 不畏艰难 不怕困苦的地质工作者之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